今日 多国领导人赴我驻外使馆 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通伦·西苏里 和老挝政府总理潘侃为帕万 到中国驻老挝使馆调宴 表示 江泽民同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卓注贡献 为新世纪老中关系发展 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毛里求斯总统鲁鹏夫妇 总理贾格纳特 分别到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调宴 格雷纳达总督拉格雷纳德 到中国驻格雷纳达使馆调宴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和副总统穆里略 委派议长波拉斯 外长蒙卡达 对华合作牵头人劳雷亚诺 到中国驻尼加拉瓜使馆 集体调宴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夫妇 到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调宴 全国驻